全油管最快新闻,今天的报道来自陕西西安,一名15岁男孩天天失联7天后在石川河下游被找到,原来他与朋友小勇一起出行,小勇在失联第4天才向警方坦诚,天天溺水被冲走的事实。 天天的父亲房先生表示不理解,两个朋友一起出门为何小勇多次说法不一致,是否因此错过了最佳救援时间。 不少网友也质疑小勇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及相互照料义务。 根据律师的解读,小勇是否负责要是情况而定,如果他明知水域危险而未及时提醒天天,则需承担侵权责任。 而天天对游泳行为本身的危险性也有一定责任。 这起事件引发了对未成年人相互照料义务和法律责任的讨论。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